好 沒錯 鮮魚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先來關心到底有沒有颱風呢 目前看起來是沒有的 因為原本我們昨天說在菲律賓東方海面 其實在整個衛星雲圖 比較邊邊角角的地方 已經比較看不到的地方 因為它距離台灣真的是蠻遙遠的 昨天有一個熱帶性低期壓 本來說這一塊在今天就会增強成為 今年第17號颱風 鯉魚颱風 但是它不但沒有增強成為颱風海減弱了 就是因為在過去一整天的時間 它在整個整合的過程有點整合失敗 所以強度又減弱成一個熱低壓 但是未來這一週的天氣 即便它生成颱風 其實也不太會影響台灣的天氣 本週的天氣就是東北季風 這樣的冷空氣一波接著一波 而且強度有越來越強的趨勢 現在我們感受到這一波 其實最強的時間點已經過去了 現在這個時間點它要開始減弱了 但是要提醒您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各地溫度還是偏涼偏冷 依舊要留意 但是明天白天開始不一樣了 亞洲预途帶您來看 因為東北季風要減弱開始轉吹偏東風的環境 只是東方部地區有些零星短暫陣雨 但是各地都可以看到陽光溫度回暖 這樣的好天氣 週三到週四的上半天注意了 週四的下半天開始又有封面要略過 緊接著你可以看到雖然蜂面略過會有水氣 但是馬上天氣轉好轉乾 為什麼 因為下一波的冷空氣 東北季風增強 它帶來的是比較偏乾的空氣 所以在週四的下半天一路到週末假期 影響我們的這一波冷空氣水氣是少的 也就是雲層會少 所以白天各地都有機會可以看到陽光 但是相較來說日夜溫差就會變得很大 溫度曲線我們先來看到迎風面的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北部地區就十分的曲折了 你可以看到關鍵的變天時間點 當然就是日夜溫差最大的這一天 我們剛剛提到的週四 白天的高溫可以回升到26度上下 但是在中午過後 風面通過冷空氣南下之後 溫度會快速的下滑 到了晚上呢 夜晚的低溫只剩下18度左右 來到了隔天 你可以看到一口氣白天的高溫 只剩下20度以下 大約是18度 而在夜晚清晨的低溫落在平均值大概是14度 也就是逼近一個大陸冷氣團的等級 甚至空曠沿海地區呢 可能下探到10到12度的低溫 比現在我們感受到的這一波還要更冷 而東半部地區的溫度曲線我們進一步來看 你可以看到呢 明天開始溫度回升到24到26度 但是一樣 週五呢 會降到大約20到21度白天的高溫 其實呢 下一波的冷空氣呢 預計最強的時間點 就是週五到週六的這一段時間 提醒全台的觀眾朋友都要留意 至於中南部地區呢 其實我們說呢 這一波的一個冷空氣還是比較偏強 所以中南部地區有受到影響 白天高溫你看到中部地區呢 降到了24到28度 南台灣的部分呢 白天的高溫也降到了 下一張圖我們來看到南部地區 你可以看到白天的高溫降到25到27度左右 夜晚清晨20到22度 局部就是空曠沿海地區呢 可能還會飆出更低的溫度 日夜溫差就提醒中南部地區的觀眾朋友 一定要特別的留意 警戒明天各地的溫度要提供給你 北部地區明天天氣開始轉好 溫度回升 白天高溫23到26度 中部地區的觀眾朋友 情道多雲的好天氣 清晨溫度偏低 只有18到19度 南台灣的部分日夜溫差大 高頻地區要留意空氣品質 東半部地區明天是寧封面 尤其宜蘭跟花蓮 降雨機率高 離島地區的觀眾朋友 白天高溫21到27度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氣象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